大家好,我是黄燕珍 欢迎大家和我一同来学习如何画玫瑰 今天我想要教大家的是一个最简单的玫瑰的画法 我会运用一些玫瑰的基本概念 还有如何选择颜色 慢慢一步一步的带领大家进入玫瑰的这个世界 其实玫瑰画是很多人喜欢的主题 所以对很多学习彩繪的人来讲 可能他们会很想要学习的就是如何画玫瑰 那我们现在就一同来看看到底玫瑰它的秘诀是什么 一般来讲我们在画玫瑰的时候会需要画三个圆 如果你今天在法底没有什么信心的话 你也可以先试着创出它的一个简单的线导 玫瑰花道分就是三个圆形的构成 这个圆是最大的外面的这个圈 再来呢比较靠近里面大约三分之二的地方 你可以再画另外一个圆 再画一个小小的圆 这个圆不要太大 这时候你就会看到花会有三个圆圈对不对 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是花的有点像是侧面的感觉 这个小小的圆是花心 外面的这个占了三分之二的这个是花碗 所以外面的是外翻的花瓣 这是我们在画玫瑰的时候一个最基本的架构 你可以在不要刚好在正中间 你可以在二分之一旁边靠左或靠右都无所谓 旁边一点点的这个位置来当做它比较中间的花瓣 再来呢旁边要稍微再小一点 这又是一个花瓣 再来又更小又是一个花瓣 越往上面花瓣要越小 因为它会慢慢的消失到明方 所以呢这个就是一个很基本而且很重要的玫瑰 在构图的时候我们要注意的 那我们可以在另外一个角度也画一朵玫瑰 不是你要注意的是在构图的时候不要有太多的主角 我可以在这个地方画一个圆 可是这个圆我可能只画到花瓣 你看到现在的这个圆比较小 这边一样会有一个花心 另外一个地方这里就是外翻的花瓣 可是我故意让它的花瓣不要整个完全的显现出来 所以呢你只会显现出这个部分 会有一部分被主花压到 你看到 所以当你在画圆的时候 如果你画的不是很正 比如说我在画的时候我就歪一边 整个花全部歪到左边或右边 看起来就会很奇怪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构图的时候 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再来你看到在旁边是不是还有一些空隙 这空隙怎么办呢 你可以画叶子或者是你可以画小花 这个都可以的 那我们大部分在构图的时候 我们会让叶子呈现放射状 因为这个本身是圆的嘛 我们希望让它看起来是不管哪一面都好看 所以当你在画叶子的时候 你可以呈放射状 这边也可以有叶子 这里呢我想画你的小花 让它朝向这边 让它三朵花都朝向不同的方向 这边我就画个小花 这边是个花心 这就是我们的构图 你可以自己画出你想要的花 不是呢刚开始学习 当然是先从模仿开始 我现在在跟大家分享的是 你要如何构图 所以你要运用书上面的线稿 或者是你想要跟我一样 自己画出你的线稿 这个就是你自己可以决定 像这样子 这个就是我们一个简单的构图 大家看一下整个 不管你从哪一个角度看 其实它都是顺的 看起来的感觉就是都很漂亮 没有特别的偏向哪一边 这个构图是以中间向外放射的感觉 其实很多人在学习的时候 他们都会不知道该如何下笔 刚刚我已经示范了 要怎么样去画出一个最简单的基本玫瑰花心 等一下我就要开始教大家要如何上色 其实一步一步跟着我画 不要害怕 放轻松 真的不会很困难 好 那我们一起来画玫瑰咯 我们现在先拿椭圆笔 你可以拿6号或8号都可以 我现在用的是尼龙毛的椭圆笔 你可以先画笔沾一点齿甘剂 那么我们今天所使用的颜色 没有很多 我们用白色 阳光黄 暖红 紫红 这旁边我加了一点点玫瑰红 可是我们不一定会用到 还有氧化黄 还有松绿 这边是暗蓝 这个深的绿色呢 我是用松绿加暗蓝 加上暖红 还有氧化黄 这样去调出来的 这个深绿色 现在我开始画给大家看 在一开始画的时候呢 这个底色我正是用的深色 你可以自己决定要用深的绿色 深的蓝色 甚至黑色 深咖啡色 暗红色 其实都可以 那你想要哪一类的深色 它的明度已经是接近黑色 所以至少要到1或者是2左右 先不要太亮 深色是最容易表现 你的主题的一个底色 你加的任何颜色都会慢慢的跳出来 所以不管我今天画的是红色的花 蓝色紫色 任何的颜色 它都会比较容易从深色的背景跳出来 假设我现在要画一朵黄色的花好了 当我们在画黄色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氧化黄 加白加阳光黄 来当做它的法底 法底的时候 你为了要让它从最深的颜色显现出来 你可以用明度高一点的颜色来画 来当做它的底色 那在画的时候 我会故意留下一点点 这个旁边的界线 就是你不要把整个都画得非常的满 然后在打底的时候 就像这样 比较放松的打底 很放松的 轻轻的 其实在这个时候 你还是可以隐隐约约看到 有外翻的花瓣跟花碗 接着呢擦一下你的画底 我占一下暖红加氧化黄 粘在侧边 你可以转一下 然后在花碗的地方 稍微加一下深色 因为现在我在示范给大家看的是 简单的画法 所以颜色的部分 我不要弄得太复杂 我用红色我沾侧边哦 我把它加在这朵花的靠近 左下方花碗 花碗的左下方 再来我用两花黄 加入更多 把它加到刚刚的这个红里面 然后把它画在靠近 右上方的花碗 没有外翻花瓣 还有外侧 再加多一点的红进来 把它画在靠近 花碗与外翻花瓣交接处 这个只是我一个简单的打底 等一下我还会再做第二层 先让它干一点 接着我想要画下面这一朵 这朵花我要让它再更深一点 所以我加入更多的暖红 我现在把暖红加进这个表画房里面 让它的颜色再更深一点 你可以转过来画 像这样整个花碗跟花心的地方 我先用这个比较深一点点的颜色先补起来 好 再来呢 我画一下外翻的花瓣 我故意在外翻的花瓣跟花碗中间稍微留下一点点间距 好了以后擦一下笔 你的画笔可以沾暖红和紫红 粘側边就好了我做粘半边 粘半边就好了 然后花碗的位置在这边 你可以转过来画 很轻很轻的画出它的界限 再来呢 要在外翻的花瓣跟花碗之间 再来用纸红色 纸红色把它画在花碗的这个颜色 阴影处 擦一下笔 这样我们一个简单的打底就好了 我们现在用松绿加雅画黄 松绿加雅画黄 你可以把它画在比较靠近煮花这边 松松的画出叶子的这个形状 意思就是不用画得太过完美 然后我们要让叶子有不同的颜色 我刚用的颜色比较浅 现在呢我直接用松绿 你可以看一下我家的位置 我把它加在刚刚有加了氧化黄的绿子的旁边 接着呢我想要再改变一下颜色 我加入更多的暗蓝 我把它加在 可是你不要加太多 把颜色变得过深 把它加在剩余的这些叶子 可是也是一样不要全部都加完 我把它跳开 我最后留下了这些叶子 我再加一点点的白色进来 把白色加到刚刚偏冷色的这个叶子 最后我把它加在这几片叶子 可是不要加的太过清楚 松松的 看起来像叶子就好了 再来洗底 最后呢这朵花我想要让它 带一点点 冷色 不用紫红 加白色 可是我想要降彩度 不要太鲜艳 我可以用下面的这个绿色 下面的绿色把它加进来 再靠近外面 再紫红多一点 擦底之后呢 花心请你画上 两画黄 这个呢就是我们一个简单的打底 就是我们画的第一个步骤 画完这个第一个步骤 你应该不会觉得太困难 等一下呢 我们可以先把它吹干 然后上一层透明隔离剂 加一些水 那让它有一层的保护 因为这样的话 万一你接下来那个层次 你画的不是很理想 你可以把它擦掉之后 再重新反复的去加 我等一下示范一下 要怎么样吹干 然后要怎么上透明隔离剂 现在我用吹风机把它吹干 吹干之后呢 我用透明隔离剂 它叫做Glazing Medium 我们再来用透明隔离剂 我们再来用透明隔离剂 Glazing Medium 如果你粘的太多 你可以在抹布上面 像这样 在抹布上面去掉多余的 然后再轻轻的把它隔开 非常轻的隔离剂 好了之后呢 然后再把它吹干 然后再把它吹干 当你彻底吹干旁边这样看 它是不会有任何的反光 如果你吹的没有很干的话 你就会在某一个地方 看到它还是亮亮的 那就代表这个地方还不够干 你一定要把它吹得非常的干 才可以进行下一个步骤 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哦 剩下这个多余的透明隔离剂 你可以把它挖回去罐子里面 如果你没有碰到水 或者是就算有水 其实也还好 就可以把它这样挖回去 或者是你可以把它装在 另外一个锅离瓶里面 可以放剩余的也可以 调色盘上面的这个透明隔离剂 请你把它擦一擦 我会尽量维持色盘的干净 这个就是我们画好的 涂了透明隔离剂的这个作品 现在我要继续画下一个步骤 也就是玫瑰花 再来呢我用阳光黄 加一点点的阳光黄还有白色 那边把这边的饮料先磨掉 像这样 我们再把颜色放上去 你可以加一点点池干剂在颜料里面 你看一下哦 刚刚的第一层 还可以隐隐约约的看到 我们底部的深色 所以你为了要涂写你的浅色花 你要至少涂个两层 不要把它轻轻的涂擦一下底 然后画底侧沾一下红色 侧沾只有半边沾而已 这时候有一半是黄色一半是红色 再来 比较深的颜色朝向花心的内侧 你可以用手轻轻的把这个接点柔化 这样是不是看起来就没有那么明显 那么锐利的边线 不要让边线太多锐利 接着呢我们把红色一样侧边沾 然后再靠近下方 你也可以用手很轻的把接点稍微带开 擦一下底 再来我沾氧化黄 把氧化黄你也可以把它加到刚刚的红色里面 然后让它轻轻的带开 你的画笔可以沾一点植根剂 再回头加一下刚刚的浅黄色 为什么我要回头加呢 我希望它的颜色还是够深的 够饱和的 所以这个部分很重要 你必须要让你的底色有足够的厚度 这样好了以后擦一下画笔 请你侧沾一下白色 你的画笔 沾一点点白色 然后把这个白色跟你的黄的底色 融合在一起 做单边渐层 看一下有一半有颜色 另外一半没颜色 从这个画碗外翻画笔衔接的地方 非常非常轻的 非常非常轻的针 这样 然后画出三个画笔 再来画出两个画笔 在两个之间 你看到两个画笔中间加一个 两个画笔中间加一个 这就是我们一个简单的 比较花心的画笔 再呢 我们画一下前方的画笔 从这个里面那一层直线 把笔弄直 画出一笔 好像像个直线的这种感觉 画两笔直线 再来 从上往下 接着 中间一笔 再回头加一下亮色 再由下往上 由下往上 衔接上面跟刚刚的那一笔直线 然后再回头把这个交接的地方揉画 再来一样回头加一下糖 请你不要直接的白色 也是一样回头把这个白跟刚刚底层的黄握在一起 一样要画出单边 可是现在的单边要宽一点 现在的单边要宽一点 好接着呢 接着呢 请你画一样是直线 直线 直线 可是你的直线是这样向 不是真的直线 不是真的直线 先平一点 然后再向下 有个宽度 再来第二层 轻轻的向外带开 这时候你的红色有可能已经干了 所以你可以回头加一下红色 另外一边加一下红色 然后让这三根浅结合在一起 再画这个有一个诀窍 就是请你注意浅色一定要够宽 接着呢 请你再画另外一层 你的黄色要够宽 不然会变成一条非常明显的黄 然后其余都是深色 再回来补一下 补一下深色 深色很重要 再沾一下白色 用黄衔接在一起 有的时候如果你的红色弄太多了 你的颜色会变得太红 所以你可以把色盘再稍微整理一下 因为我们现在需要浅色多一点 刚刚我们有说 最外面花碗最外面的花瓣 必须要亮色多于 阴影的颜色 而且不要是纯黄 而且不要是纯黄 像这样 可是你看喔 它有点太白了 对不对 你可以再把黄加上去 黄色沾到另外一边 然后也可以再加一点点的红色 这时候 这个花瓣就完成了 你看喔 我故意让它上面比较亮 下面比较暗 我们在画的时候 不要让它从头到尾 看起来都是一样亮 故意让它比较靠近上方亮点 加少许的深色在外面 不要太多 所以下面会比较深色 接着呢 我也可以先画红色的这一朵 因为红色这一朵 是被压在下面 所以我也可以先画这一朵 绘画没有规定说一定是怎么样 就是你也可以先整个先画红色的 甚至你要先画叶子都可以 那我们在教学的时候 学生会问说 老师我要先画哪一个部分 就是绘画没有绝对的准则 你可以在熟悉整个的前后关系的情况下 那要注意如果你真的会担心说 后面画的会影响到前面 那么你有一个方法就是先画被压在下面的 可能这样你会觉得比较安心一点 可是呢我们在做画的方法 也可以先把最主要的颜色画出来 也就是整个画面里面的皇后 你先把皇后的明度彩度都定出来之后呢 再根据皇后的明度彩度来降低 运用到它周围的花和叶子上面 所以为什么刚刚我要先画主角 因为我想要用主角的明度跟彩度 来慢慢的后退让它变成是旁边的花 可是我其实也可以先画旁边的这个配角 然后再来画主角 这也都可以 其实没有一定要怎么样 只是不管你先画谁 你要考虑到它 第二个画的我应该要使用的是更高明度彩度的 或者是我要它不要那么的显眼 就是注意这个部分 那你的整个画看起来就会有较立体感 不要让两朵画看起来都是一样的 好吗 这样你就不会让你的作品看起来是那么的平面 所以我等一下要继续画就是配角 就是这一朵橘红色的画 那么橘红色的这一朵我用暖红 加上阳光黄 还有加一些白色 还有不要加太多 你可以加一些持干剂在饮料的里面 吃干剂不要加太多 反正你的颜色会变得太稀 我先用橘色把整个花碗先涂一下 可以涂在这个外面外翻的画看 接着呢我用紫红加暖红粘在侧边 然后把它画在靠近交接的地方 尤其是被刚刚那个黄后主花压到的那个位置 擦一下笔 接着呢你可以加更多的暖红 我现在是把它加在比较靠近花碗的阴影处 还有再加一些纸红 我把它画在它的花心 一样不要有太过锐利的交接 一样不要有太过锐利的交接 所以我用它的底色柔化 看到这样柔化一下 不要让它看起来有非常锐利的接点 接着呢我就可以开始来画它的阴影 这朵画在下面 所以它的阴影不需要太亮 所以我用浅橘色 如果你觉得有点干的话 可以加一点植给挤 然后加在画底上 然后跟颜料搓在一起 现在画第二层 让它是有弧度的 如果你的阴影不够或消失了 你可以再补回去 不是你要补回去之前 请你在抹布上面 把刚刚的颜色擦掉 深色在下 朝中间的位置擦一下笔 再来请你 可以沾上面的浅黄 这个浅黄色对橘色来讲 那就是比较亮的明度高的颜色 如果还不够亮 再加一些白色 做漸层 一样从 这个中间画一下直线 两边画一下直线 在第二层 靠近内侧的第二层 再来画朝下 中间 朝上 衔接到刚刚的右边 它的这个直线 接着呢擦一下笔 你可以沾回刚刚的橘色 然后把这个衔接点 稍微轻轻的融化 快开 接着呢 可以再把 深色 沾一下深色 再加回来 我们看到整个的界线是非常的柔和 好 请你再擦一下笔 再回头 加一下 浅色 你想要让它不要那么白的话 你可以加一点 两块黄 好 做漸层 接着呢 一样画 第一个花板 在一开始的这个画直线 直线之后向侧边 力道不要太用力 接着画中间的花板 这个是花板的靠近中间的花板 不要让这两朵花长不一样 所以花板的位置在这里 接着转一下你的板子 因为这边是靠近下方 我不想它太亮 所以我要再加更多的红进来 你看到它的浅色 就变得比较深一点 我想要让它是这样的角度 那阴影的部分不见了 所以我深色区 再加一下阴影色 ok 那就可以 接着呢 我要画旁边的花板 旁边的花板 这边是在靠近上方 所以要比较亮一点 我再回头加一些白色 如果颜料太干的话 可以加一点齿边剂 我觉得它有点太浅色 好,阴影的地方 我再回头加一下 这边下面的深色 我们尽量让它的颜色是湿对湿 意思就是我们还是要有一个底色 先画上去 再来侧边加一下紫红色 站半边就好 插一下鼻 再回头 再回头 沾一下茄色 这样就可以 不要太多 好,接着你可以再画一下 上面的花板 所以我的画笔 再回头 再回头 加一下持肝剂 还有沾一下浅黄色 你可以再把需要的这个位置 再画回头 所以我们想要让它再干一点 然后再来画 所以我可以先画旁边的叶子 我沾一下松绿 跟这个深绿色 轻轻的把它加在 叶子的内侧 因为现在的颜色是比较深的 比较深的绿色 我把它当作是叶子的阴影 加一点点 不要太多 我把它加在 叶子的靠近花的衔接处 当作是阴影 可以像这样轻的画 再呢我就可以开始加浅色 我用松绿加上 叶化黄跟叶化黄 然后我把它画在 我觉得是比较受光面的地方 那什么是受光面 就是在主花的旁边 靠近右边 这边我设定它是受光 因为我设定光线是从这边 没有 我只是非常简单的画上 再来加更多的叶化黄 降它的彩度 再画到其他靠近主花的这个叶子 再画到其他靠近主花的这个叶子 只是它就没有那么多黄色的成分 非常非常轻的 很轻轻的 把它加在 现在我画的几个叶子 当作链面 你可以转一下板子 因为现在画的这个并不是很蓝 所以我们先不要有太多的理论在里面 只要稍微让它看起来像叶子 再来更外面我们的叶子要偏冷色 所以我把松绿 刚刚的这个绿加多一点的暗蓝进来 还有加白色 就让它的颜色看起来又更冷 我也可以在刚刚画的几个叶子 比较靠近下方 可以再加一下这个偏蓝的绿 这样看起来是不是可以更有变化 然后有的叶子我想要再让它更亮 所以我用 黄黄加白 把它加到绿色里面 让它更暖 而且明度提高 在哪里呢 加靠近黄色这一朵的上方 然后你加的范围要更小 非常亮清 非常清 然后加短一点 这样你的叶子就有很多的变化 而且同时也让这个黄色的花 也慢慢的比较干一点 那还不够干 我们等一下可以先画紫色 不是呢你可以先把黄色这一朵 它的阴影也稍微盖一下 其实在画的过程 如果你觉得底部的颜色 不会被你刮起来 其实你就可以继续画下去 像这种湿对湿的 我们为什么要等到它稍微干一点 我们再来加第二层 如果我现在在刚刚你的 这个黄色还没有干 我就加第二层 它有可能 因为对初学者来讲 力道 还不是控制的很好 它很有可能会挖掉你刚刚的 这个颜色 你的底色 下面这边我要让它再更红一点 你要加一点点持根基 比较靠近下方 让它红一点 比较靠近上方 让它黄一点 接着呢你可以把白色 加到刚刚的这个浅黄里面 然后画的时候沾側边 沾半边就好 然后画在外侧 转向 再来一样 放在外侧 这边就不要那么亮了 你可以黄的稍微多一点 白色减少 这边 也是一样 不用再回头沾 因为不要太亮 所以看一下上面比较亮 慢慢到下面会变暗 它显示有不同凝固的变化 最后我们画一下这个紫色的花 也是一样你可以用紫红 加一点点的暗蓝 暗蓝不要太多 你可以把它加到刚刚的这个红色里面 就是让彼此之间的颜色 互相有一些关联 接着呢再加白色进来 在画的时候 你可以先加一点点紫色 紫红 淡淡 比较靠近外围 比较靠近外围 你可以加持根记 然后加一点点的暗蓝 就是你的底色要比亮面再更暗沉一点 所以不要一下子就加太多 我们先用明度低的颜色 然后再加一点点的暗色 然後再加一点点的暗蓝 好 再来呢 沾一下浅色 这个是浅色 你可以先从最亮的这个开始 然後我用剩餘的顏色去畫外面 就是不要它太亮的意思 再來你可以加更多的白 加更多的白色 粘在前端從外面這邊加進來 再粘一些由外向內 先轉另外一邊 因為亮面在內側 所以你看我轉一下 用剩餘的白簡單的帶一下 看一下這樣你的亮是不是 就會從這裡比較亮慢慢到後面就會消失 如果你覺得想要再更亮一點也是可以 再加更多的白色 然後把它加到最亮的這一片 不要畫得太長 就一下鼻馬上提鼻 很輕的一下鼻 然後馬上提鼻 沾在最前端 顏料是沾尖燈就好 在畫的過程如果顏料多的話都可以 稍微在抹布上擦一下 我們先沾一下茶色 茶色你可以用綠加紅 你可以用松綠加暖紅 暖紅可以多一點 然後用點的方式 咚咚咚點的方式 畫出花心 顏料可以多一點 然後再來沾多一點的氧化黃 這樣也是用點的方式 比較靠近玫瑰花 請你點多一點 這樣就可以了 如果你們想要加一下花心也是可以 那我會建議你先沾一下深茶色 整支筆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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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用洋化黃加陽光黃 還有一點點的白色放在旁邊 我的畫筆先沾滿茶色 然後尖端沾一下氧化黃 再沾一點點白色 然後你再點的時候從正中間輕輕的點 然後慢慢向外 這樣你的花心 就同時可以有很多不同的顏色 再一次 像這邊就不需要再加到白色 因為這邊是比較下方比較暗 我們先從靠中間的地方 先點比較亮的顏色 那你亮的顏色會被用掉 所以慢慢的點到後面 就會變成比較深的顏色 會顯現出來 然後有時候也可以補一下淺色 最後你可以加一些簡單的這些線條 然後 這些線條的顏色可以做一點改變 比如說在比較靠近下方 這邊 你也可以加一些水洗葉 水洗葉就是水分多一點 然後不要太濃 不要很簡單的葉形 然後慢慢靠近上方 你的葉子 或者是這些線條 可以比較 彩度稍微高一點點 然後記得水分要稍微多一些 所以我們會稱它為水洗葉 或者是葉片霜 或是幽靈葉 為什麼要加這個呢 加了水洗葉 會讓它的層次看起來更豐富 因為水洗葉的顏色 是比較接近背景色 所以它會感覺好像是比較好 後方的葉子 然後慢慢到了下面 因為靠近這邊是比較下面 你也可以加一些暗藍進去 細細的像這樣 這樣我們的蓋子就完成了 所以其實你要完成一件作品 你就是先把你要的花的位子 先定出來 然後看你是要一朵還是兩朵 我們先把我們要的位子 先定出來之後呢 再把葉子 稍微做一點裝飾 那接著呢 你就是要把你的這個主角的顏色 提高你的明度和彩度 讓你的配角 再依據你的主角 再稍微降低一點 而且它的彩度 要比你的主角 再更暗一些 你的葉子要隨著你的光線 比較靠近光源的地方 會偏暖 比較靠近陰影的地方 會偏暖 小花也是一樣 小花又要比你的配角 再更暗沉一些 而且它的明度 也不要跟你的主花是一樣的 要比你的主花再更暗一點 所以根據你們所設定的這個顏色 都可以做一些變化 它可以是紅色的 它可以是藍色黃色紫色等等 其實這些顏色可以隨意的去做搭配 要注意一個原則 暖色前進冷色後退 所以我們不會把我們的主角 故意設定成一朵藍色的花 然後又要讓你的配角是黃色的 這樣的配置在顯現你的主角和配角之間 就會有一些些難度 那也可以做到 那那個是以後 如果有機會可以再跟大家分享 設計的時候 你可以盡量讓你自己的主角是凸顯的 遠看的時候 它看起來就是非常的順 那我們等一下再來看看我們的和聲 要做怎麼樣的變化 剛剛我們已經完成了蓋子的玫瑰花 大家看一下 它看起來非常的可愛 而且色彩是很好喜 那這個玫瑰花其實它是所有玫瑰的基礎 花瓶的位置都可以做一些微調 那它看起來就會不一樣的樣貌 可是呢 基本的概念三個圓是都一樣的 大家好好的練習 現在呢 我要跟大家講要怎麼樣設計和聲的圖案 我今天呢 會介紹一下金色的用法 我們金色可以用不同的顏色去加入金色的裡面 讓它看起來會有不一樣的色調 比如說我可以加深綠色 我可以加暗紅色 我可以加很多比較暗的顏色在金色的裡面 都能夠讓金更加的凸顯 可是我不建議大家加白色 或者是加明度太高的顏色 因為那幾個淺色會沒有辦法顯現我們的金 好我現在可以調給大家看 這個是Heritage的金色 這個金色本身就是金 它並沒有或其他的顏色 我們有兩款包裝 所有的金色不管品牌 其實它都是比較容易乾的 所以當你買到之後 盡可能的在一年內把它使用完 不然很有可能會乾掉 我們有兩個包裝 還有一個是玻璃瓶裝 那這個玻璃瓶 它可以保存的時間會比較久一點 可是也是盡早把它用掉 我會在這個瓶口的地方 用有黏性的保鮮膜 這是Costco可以買得到有黏性的保鮮膜 然後我用兩層把它封住 它可以保存比較好的狀態 可以久一點 那這兩款其實都是我們Heritage的金 都是非常好用的 這個金色呢 我們可以加入深色 剛剛有說可以加入深色 可以加給大家看 如果我今天加的是深綠 金色的比例一定要比較多 你也可以加黑色 你也可以加紫紅色 當你加紫紅色 它就會偏冷 稍微偏冷 可是因為金本身是一個非常非常暖的顏色 所以只要你加入明度低的顏色 它都還是蠻顯色的 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金也是很漂亮 那如果你加暗藍呢 如果你要加暗藍 我會建議你再加一點點的暖紅進去 因為暗藍本身是一個明度很低的顏色 所以當你加了暗藍 再加一點點暖紅 再加金色 它的明度看起來就會是這三個裡面 感覺好像是最低的 其實這幾個顏色都很漂亮 你也可以試著加黑色進去 也都可以 所以不管你今天用的是哪一個金 我們要畫這個作品都是不錯的 或者是還有一個方法 我可以用這個偏紅的金 來當作我要畫的畫的圖案 我可以用這個偏綠的金 來當作我想要畫旁邊這個金色的葉子 效果也都會很好喔 因為這個位置範圍比較小 我用的是四號的 四號的橢圓筆 你可以先做一個簡單的位置的設定 好假設我要畫四個角 因為這是比較容易的 我可以先在上面對過來 站下方 然後再來 右邊 左邊 就可以大約分出四等份 如果你覺得四等份不夠 覺得太空的話 你還可以再繼續分 變成是八等份 加好 加好以後呢 我可以在這個的下面畫個圓 這個就是我想要畫的 畫的位置 就是一個簡單的圓圈就可以了 再來這邊也是一樣可以是一個圓圈 這都是一個簡單的位置而已 在剛好它的正下方 我可以是一個圓圈 當你把這個圓圈畫好之後 你還可以再做微調 因為我現在用的是水性的筆 所以我都還可以再稍微微調一下 假設這裡自己的距離比較近 就可以再調整 這樣就可以了 所以我會畫了八個圓 這下面墊個衛生紙 它比較不會發出太大的聲音 接下來我用剛剛也教了紫紅色的金 大家看一下 我現在畫簡單的畫本 簡單的五個畫本 你可以轉一下 你可以轉一下 像這樣的五個花瓣 再來也都一樣 那如果你不滿意的話馬上擦掉 這很容易擦的 其實很多人畫畫會覺得非常的害怕 其實你不用害怕 如果你不喜歡你所畫的這個花 你就把它擦掉就可以了 然後你在畫畫的時候你可以轉 轉一下角度 畫五個花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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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接下來你要確定這邊乾 因為你這樣繞一圈 等一下有可能會壓到剛剛畫的 所以要小心一點 然後可以轉 然後可以轉 轉一下會比較好畫 然後可以轉一下會比較好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样五个花瓣的花就完成了 大家看一下 这样好了之后我们还要再加上花心 你可以拿圆笔 花心的话你可以用点 不用点满 故意让它中间留一点点深色 这样看起来会比较立体感 颜色要多一点 像这样子点的时候 你看一下颜色要沾多一些 就会有点拱起来的感觉 所以在画花瓣的时候 你要一下笔就提笔 这样它才会留下旁边的深色 这样好了之后你一定要吹干 才可以进行下一个步骤 摔干之后你可以轻轻摸一下它是不是真的干了 再来呢我就会用一样的耗树的笔 沾一下刚刚有加松绿色的金 然后再画一下小叶子 看一下怎么画 在画的时候我将向左向右 向左向右 向左向右 看到吗 我可以先把右边的叶子都画出来 在画的时候一定要有提笔的感觉 在画的时候一定要有提笔的感觉 下笔 下笔 提笔 下笔 提笔 然后让叶子成这种八字 要叶子 不要变两个平行的 要故意让它向左向右 向左向右 沾好了以后 也是建议你要吹干 再进行另外一边 整个摔干以后 目前的状态是这样子 我们可以有几种选择 有一个呢你可以是把这边画金 或者是这里画金 然后让它感觉是有一个串联 不用两边都画上相同的叶子 或者你要两边都画相同的叶子也可以 可以 可以把两边画一样的叶子 或者是可以做一点叶化 我们现在就画上一片叶子 因为我不想让它看起来太乖 因为我不想让它看起来太乖 也是一样 也是一样如果你不满意 所以你现在画的可以马上擦掉 然后你要擦的时候要擦干净 让那个金色会晕到旁边 这样好了之后呢我还可以再做一些叶化 现在我拿更深的这个金 这个金色是用刚刚暗蓝加红 我现在要做拉线所以要加水 那你要拉线的时候不是加齿跟劲 而是加水 刚刚我们在画花瓣和叶子的时候 颜料可以让它稍微浓一点 我可以拉像这样的线 其实我是做几个不同的变化给大家看 或者是你不想要拉那么齐驱的线条 你也可以像这样 这样也不错 先拉一条长一点 再拉一条长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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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拉一条短一点的接下来 可以做这样的变化 我觉得这样看起来 还比较有连贯性 可以做这样的变化 可以做这样的变化 不说实惨 听得出了吗 我们就说 你说那一条长点 是跟大家说 有对对对对对否 在一条长点 订阅上 你很久不见 我做这些也是 我我还无视 这一条长点 你不想让老闹 掇 您所以我来说 不想管 我即使 这样我们就把这些 整个全部都完成了 我觉得这样看起来蛮雅的 那我们有剩下的这些金色怎么办呢 你可以把它全部和在一起 趁它还没有干的时候和在一起 我们其他的颜色干了以后还可以还原 可是金色是没有办法还原的 那剩余的这些颜色 你就把它用手指这样轻轻的沾 涂在这个上方 在这个位置你要用手指去涂 用笔涂的话很容易会晕到旁边 像这样子涂要两层 不要粘太多 你可以这样薄薄的涂两层 那每一层之间一定要吹干 这样速度快而且又平均 然后又不会涂到边边 然后又不会涂到边边 下这样要两次哦 接着呢旁边这里我也想要涂上金色 一样你也可以用手 一样你也可以用手 注意一下两层 对 然后藂的涂 吹干之后再一次 先把它吹干 这个呢就是我们涂了至少两层到三层的厚度 这样它看起来才是比较平均的 大家看一下 像这样整个看起来就是非常的平均的金色 会让整个盒子的质感更加的提升 如果万一在画的过程中 你的手沾到金色然后涂到里面 不用害怕 赶快用湿的抹布 或者是擦不掉的话 你可以用科技海绵 科技海绵一定要沾水 你就可以很容易的 把不小心沾到的地方擦干净 如果万一有沾到不该画到的地方 你可以用科技海绵 这样轻轻的一定要加水哦 轻轻的把它擦掉就可以了 这就是我们完成的作品 希望大家可以透过这件作品 初步的了解一下玫瑰的基本构造 还有我们用金色来增加整个华丽的感觉 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课程 那我们下一个单元呢 我们要教的就是 玫瑰花的组合 再稍微复杂一点点 可是不是真的非常的困难 那大家好好的练习 一定可以画得非常的好 那我们下一个单元再见咯 拜拜